草飯有很多種 那大家基本上好像不太有 人不喜歡炒飯 那我今天要做的這一道菜 其實它是一個 菜名叫西式炒飯 那它是以前我在学厨的时候 我们餐厅的师傅很常拿来用 我觉得很方便 而且它的味道 跟你我们之前所吃到的炒饭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很简单 先把油放进来 那这边有红葱头放进来 钻头放进来 那就可以把蛋放进来了 然后蛋要熟不熟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把火腿进来 稍微炒一下 不然就可以进来 在炒饭的时候 不要这样子去切它 因为在切的时候 可能会把饭力给切断 到时候饭炒起来 就会黏黏糊糊的 那记住用汤匙 或者是用你的铲子 用压的稍微轻轻压 我们旁边压 那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 饭力一定要跳 如果饭力没有跳 代表它那饭没有炒透 你看它现在火腿会跳 饭也会跳 火候一定要够大 它现在饭力有在跳 这个是炒饭最重要 这样才会香 但这样子的炒饭呢 炒到完全就开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 饭太干 有一个小缺点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小的重点 你大概加一匙的水进来 它来饭就会回软 然后就把奶油放进来 Passey进来 Passey进来 关火 来 盐 黑胡椒 好 现在饭的又充满了奶油的香味 可以 滴滴分明的炒飯就好了 看似平凡 但是当你用这样的调味 去做了这道菜的时候 你就会吓一跳说 哇 原来炒饭可以做这么细细 好 大家试试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